那么胡大叔的拿手菜会是哪种甲鱼的做法呢 要想知道答案 就得先在这水深大约120厘米的水塘里 找到甲鱼 只见胡大叔不停地用船桨拍打水面 他究竟有什么抓甲鱼的高招呢 咱在这堂里头划了半天了 我看人家还不停地在上面拍这水面 那不怕打草惊蛇 他们都跑了还怎么抓 我们就是爬个船 竞杀这个甲鱼 钻这个泥巴里面很好抓的 就是他惊动了之后 反而就会往泥巴里头钻是吗 那这从上面怎么来判断哪有呢 很简单 我们走了一圈 那里有个泡泡就是的 那里又有一个泡泡也是的 泡泡里头就是一个甲鱼 胡大叔说甲鱼用肺呼吸 它们躲在泥里的憋气时间 通常在三十分钟左右 等它们憋不住的时候 就会出来换气 从而在水中产生气泡 这就能帮它判断出 甲鱼所在的位置 这不就冒泡呢吗 是啊 要泡泡吧 咱们就下去呗 好 一二 还是挺深的 这以前我也摸过甲鱼 不过一般这个堂里的水 也就到膝盖左右 就是现在你看这个水 基本上快到大腿根了 这么深的水 咱们怎么摸甲鱼 我来摸给你看 好 你们这儿是这么着捞甲鱼的 那这哪是捞甲鱼 这不是潜水下去抓甲鱼吗 潜水下去抓甲鱼 胡大叔告诉我们 如果堂里的水深一些 水底的淤泥就会厚一些 能给甲鱼提供一个舒适的生活空间 因此他每次抓甲鱼 都得采取这种潜水的底捞法 太小了吗 这也还算小啊 我觉得不小了呀 这个不够四年了 不够四年不好吃的 这个太小了 胡大叔的拿手菜 只选生长四年的甲鱼 这个时期的甲鱼 究竟会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这个甲鱼可够大的 是啊 新娘的甲鱼 你看看这个纯冰很厚的 这个真够厚的 厚就老了 这就老而且很结实很硬是不是 很大很硬 然后这个鸡甲 你看这个老的鸡甲 指甲长是不是 再看看这背面 一点一点 这个冻这个冻这个岁月的痕跡了 还真的是 这个夸杀的岁月 从跟着父亲养殖甲鱼 到自己接手后 开农庄烹制甲鱼 胡大叔跟甲鱼打了将近三十年的交道 对它的习性和口感 了如指掌 生长四年的甲鱼 带着又宽又厚的裙边 吸引着我们的眼球 裙边 是甲鱼背甲上生长的一圈软肉 在游泳的时候 甲鱼靠它来掌握方向 胡大叔先用开水 将甲鱼体表的黏膜去除 要想让裙边吃起来更加过瘾 它还有讲究的切法 就您这么一打开 来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裙边这个厚度 就这白的边 你看特别明显 对 包括这个鸡肉 也是那个拉丝了都 那咱们怎么切法 有没有讲究 有 我先把这个裙边 这个裙边分开 为了好感 单独把裙边分开 这吃起来得多过瘾 吃甲鱼就是吃裙边的嘛 生长四年的甲鱼 肉质紧 裙边厚 只有切成大块 才能既耐煮又耐嚼 在清水中加入滋补的山药 红枣 桂圆 还有解腻的陈皮 甲鱼紧随其后 下锅炖煮大约30分钟 不过要想让甲鱼的滋味 更加鲜美 胡大叔还要给它 找一位搭档 甲鱼和鸡肉 是一对经典搭配 不仅能提供丰富的营养 还能创造出 仙上加仙的效果 这个土鸡活生多厉害 拿都拿不住 它特别好会飞的 水塘养甲鱼 岸上养小鸡 胡大叔将自己的农庄 打造成了随吃随取的食材库 生长约120天的小母鸡 风鱼肥美 为四年的甲鱼 带来温润的油脂 这边锅里的甲鱼和鸡肉 进行着充分的互动